这所高效科研机构进行了互联,传输速度达到没有。 传输速度达到没有。 传输速度达到没有。 暴风影音是一款颇受网民欢迎的免费共享软件,累计装机量已经达到2000万台。 然而国内网民一直习惯享用免费软件,软件作者无法获得报酬。 制作人周盛军有一段时间甚至只能在网吧里工作。 这些大公司的软件捆绑到暴风影音上以后,用户在安装暴风影音的同时也会安装他们的软件。 这些公司在通过每月的装机量向软件作者付费。 但是此后不久暴风影音,就因为捆绑各种软件遭到了一些网站的封杀和网民的谴责。 对此周盛军表示了无奈。 目前国内的网民还没有养成一个享受资源来付出一定费用的习惯。 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国内很多软件作者花费着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我们的网民做这些服务,但是得不到任何回报。 我们得不到任何回报的话,怎么去生存。 据了解,在国内两个最大的下载网站天空和华军中,大约有80%的免费共享软件都带有各种插件。 其中不少都是强制安装无法卸载的流氓软件。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网民在选择免费共享软件的同时,客观上也让流氓软件四处泛滥。 而共享软件的作者永远都不可能从正当的渠道获得自己应得的报酬。 同样是共享软件的作者,国外的盈利模式却完全不同。 例如在国内外都非常流行的一款图像处理软件ACDC, 软件作者先将初期的1.0版本放在网上免费共享。 在得到用户的认可并且升级到2.0版本时, 就开始通过注册升级的方法向用户收取费用, 使软件作者可以通过正当的渠道获得应得的报酬。 而这种盈利模式在国外最关键的就是, 用户已经形成了版权意识,也就是付费的意识。 看来贪图免费是我国互联网上流氓软件泛滥的原因之一。 既然流氓软件已经成了我国互联网上的一大公害,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谁来监管流氓软件呢? 北京互联网协会去年曾经公布了评出的国内十大流氓软件, 要求这些软件在一个月内进行整改, 否则将对其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 但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 流氓软件的排名榜就悄悄地从这个网站上消失了, 而二十多万网民的投诉到现在也还没有下文。 行业自律,反正在现在咱们这个商业环境当中的话, 我觉得是有挺大难度的, 因为毕竟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 互联网协会没有行政管理权, 难免出现号令无人从的尴尬局面。 那么能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对网络进行监管呢? 目前,我国的公安、工商、质检、信息产业、科技等多个部门 都从不同的角度拥有对互联网的部分监管权。 许多业内人士认为, 造成流氓软件监管实质上处于真空地带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如何对流氓软件进行界定还没有可依据的标准。 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根据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 流氓软件的制造与传播者已经严重侵犯了计算机用户的合法权益。 治理流氓软件并不存在难以界定和法律上的穴位。 现在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执法问题, 管理的缓解太多, 不是没有部门管理, 没有部门有职权管理, 是有很多部门有职权管理, 但是最终就造成大家都能管就大家都不管。 流氓软件在欧美国家一般被称为间谍软件。 美国有关行业组织曾在2002年对间谍软件进行了界定, 法庭参照这个界定可以对间谍软件的制造商出以高达近千万美元的罚款。 而在香港则将流氓软件比照滥发电子信息的行为, 违法者最高可判入狱十年。 打击流氓软件系列报道今天进入了最后一天, 应该看到流氓软件之所以成为我国互联网一大公害, 和我国相关行业缺乏规范和监管, 从业者缺乏职业道德, 以及互联网用户群体版权意识弹幕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完善法律和法规, 加大打击力度, 同时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为净化互联网环境出一份力。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中国证监会昨晚披露中国工商银行招股说明书, 工行将发行130亿股A股, 实际发行规模则可能达到149.5亿A股, 超过此前中国银行的发行规模。 昨天工行还在香港联交所发布消息, 将在香港发行354亿股H股, 10月下旬在香港挂牌上市。 届时工行将成为内地首家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公司。 业内人士认为, 工行上市对股市是一个重大挑战, 但目前资金面的支持基本能化解工行上市带来的压力。 伴随着近来B股的大涨, 这几天B股开户数也出现猛增。 上周三, 最近一些机构和个人已在美国上市的原始股为诱饵, 对一些投资者许诺高额回报, 进行原始股诈骗。 中国证券业协会已专门为此发出风险提示, 但是仍有不少人受骗上当。 北京的张小姐半年前经某投资专家介绍, 在朝阳区东方大厦111市, 买了某公司声称将在海外上市的5万元的原始股。 白先生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部门经理, 他差一点也买了某海外上市公司的原始股。 证券机构有一些话是很巧妙的。 白先生说, 幸好有个证券界的朋友对他讲千万要小心, 这才没有上当。 据记者了解, 近来这种利用所谓原始股进行诈骗的事件越来越多, 大多发生在陕西、上海、广州、武汉、深圳、南京等地。 据中国经济时报披露, 在国内借此行骗的公司有上千家, 每家圈钱都打几千万。 他们打的共同的旗号就是, 公司将在美国OTCBB市场上市。 这个市场是美国一个较为原始松散的证券交易市场, 主要接受从主板市场摘牌下来的股票, 因此又被称为垃圾市场。 今年9月14号, 中国证券业协会就原始股诈骗多发的情况发出了提示公告, 指出投资者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 有关人士指出, 大多数类似公司是无法在美国OTCBB市场上市的, 即使有极少数公司在那里上市, 也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大部分是不能发财的, 不排除这里面有个别的公司在境外上市了, 但是绝大部分中国的这样的中小企业到境外上市, 其实路途是非常遥远的, 那么它不到境外上市, 或者说到境外上市, 你能不能发财, 这还不一定。 上了市以后, 它也要靠这个公司有很高的盈利, 你才能拿到回报。 如果你没有很高的盈利, 国外的投资者不买你股票, 你在OTCBB也卖不出好价钱去。 所以这里面呢, 它就给你打了一个, 等于是告诉你一个美好的前景, 没有跟你说, 这个公司要到OTCBB, 要走多远的路, 而且要过多少个关口, 都没有跟你说。 在此我们提醒, 无论是买卖境内还是境外的证券, 投资者都应该委托,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 具有证券经济业务资格的机构, 千万不要相信一些没有资质的公司, 为您描绘的未来上市美景, 更何况, 这种子虚乌有的美景, 还画到了大洋彼岸。 1949年3月5日,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 描绘着宏伟的蓝图。 全会提出,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 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对付国外帝国主义, 使中国稳步由农业国, 转变为工业国, 由新民主主义国家, 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会议认为, 革命在全国胜利后,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中国和地固主义国家的矛盾, 将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会议还科学分析了, 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 制定了没收官僚资本, 归人民共和国所有, 逐步引导农业和手工业经济, 向集体化和现代化发展等, 一系列党的经济政策。 在外交上,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会议制定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 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 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 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 改革海关制度等多项对外政策。 七届二中全会, 确定了党在政治、 经济、 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为新中国建立后党的工作, 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中央电视台, 新闻三十分。 明天中午十二点, 我们再见。 再见。 今年一至八月, 全国乡镇企业经济总量较快增长, 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 从速度指标看, 一至八月, 乡镇企业完成增加值36805亿元, 同比增长12.54%。 从效益指标看, 一至八月, 乡镇企业实现利润9047亿元, 同比增长12.92%。 此外, 一至八月, 乡镇企业吸纳农民就业261万人, 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获得的工资性收入835元, 同比增加85元。 一至八月, 乡镇企业发展有两个亮点, 一是全国年销售收入超500万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到18万9千家, 比上年增加3万1千家。 二是农产品加工业增速加快, 成为乡镇企业的重要增长点。 为废料找到买家, 让厂家找到原料。 山东省日照市通过建设循环经济补链项目库, 为企业搭建起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 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寇光智是山东日照一家柠檬酸厂的负责人, 今天一大早他就赶到市环保局找一个神秘帮手, 为自己的企业寻亲。 这就是老寇眼中的帮手, 日照市循环经济补链项目库, 其中详细登记了全市所有企业产生的废弃物种类和数量。 去年寇光智依靠他, 为本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 菌丝体和硫酸钙泥分别找到了婆家、 建材厂和饲料厂。 这些废弃物以往每年都得让老寇掏400多万元的环保处罚金, 而经过政府构建的项目库牵线搭桥, 每年7000吨的湿菌丝体制成蛋白饲料卖给饲料厂, 5万吨的硫酸钙泥卖给建材厂, 光这两样就能为企业每年增收1000多万元。 可以说我们有一半以上的利润是从置物里面产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企业从垃圾里面捡到了钱。 最近老寇的厂子又要扩产, 今天他就是打算到项目库里再找几家企业, 联手把多余的沼气压缩成天然气, 在场变费为宝的甜头。 除了建立补链库帮助企业实现资源共享, 日照市还通过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 吸引补链项目落户, 争取资源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 我们是用市场化的办法来激活循环经济, 这样才有生命力。 上半年, 日照62家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实现利税2亿9千万元, 同比增长30%。 历时半年, 由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第二届 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评选结果昨晚揭晓, 评选活动共收到有效选票2800多万张。 当选为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的是,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佐芷金,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消防支队特勤大队大队长李新宝, 福建省张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郭韶翔, 山东省辽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深县大队大队长王峰, 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调研员王百姓, 湖南省楼底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吴干成,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新华派出所民警刘建涛, 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保税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民警福传权,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公安分局查电子派出所民警汤明, 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宝山市边防支队副支队长印春荣, 第二届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评选活动由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 参加这次评选活动的候选人都是近年来在打击犯罪, 服务群众和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民警察。 28年查出20多亿元违规金融资金, 江西银监局南昌办事处主任朱祁健以敢于硬碰硬的工作作风, 化解辖区多起金融风险,赢得了金融雷达的美誉。 这两天,朱祁健正在带队走访辖区各银行网点, 查看是否存在违规放贷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就把这个风险防范这根弦呢, 要崩起,要把做的点放在自治三楼上。 2004年1月,朱祁健被任命为江西云监局南昌办事处主任。 刚一上任,他就创造性地推出了银行风险非现场监管报表, 要求各银行机构每月初向办事处报一次存贷款形态, 资金分流状态等账目往来。 去年,朱祁健就是通过这种非现场监管报表, 发现了一家金融机构以农业贷款为名, 将700多万元资金投向房地产业的违规行为。 好在朱祖健及时发现,我们调整了贷款投向, 压缩了房地产贷款。 现在终点支持农业和新农政建设方面。 朱祁健还是一位查账高手, 多次被抽调参加全省银行检查。 1996年,在调查江西省证券公司重大金融诈骗案时, 他以出色的工作为国家追回12亿元损失, 提供了有利证据。 28年来,面对当事人的红包贿赂, 朱祁健言辞拒绝。 面对被查人的电话恐吓, 他也毫不退缩。 国务委员周永康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绍光先生率领的香港纪律部队文化交流团。 周永康高度评价了香港纪律部队长期以来卓有成效的工作, 和为香港繁荣、稳定、和谐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并肯定了香港回归以来, 两地有关执法部门在各个领域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并希望香港纪律部队人员多到内地考察访问, 与内地同行交流。 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今天闭幕, 会议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指出, 各成员国应根据本国的安排, 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主干网是我国在2003年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公关项目, 由清华大学等25个高校共同承担。 2004年建成, 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城市进行了联网试运行, 目前已与全国20个城市的167所高校科研机构进行了互联, 传输速度达到了每秒2.5G到10G, 是当前各国使用的第一代互联网速的100多倍。 有关专家认为, 该项目比第一代互联网具有更大、更快、 更及时、更安全和更方便的特点。 我们现在的互联网连接的范围非常有限, 只是连接计算机主要是, 未来的互联网就要连接所有人类社会可连接的电器, 那这个规模比现在不知道打多少倍。 有十位中国工程院院士组成的鉴定委员会认为, 我国研发的下一代互联网主干网, 在核心技术上实现了四大突破, 开创性地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纯IPV6主干网, 加速了世界互联网发展的步伐。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真实原地质认证的新体系结构理论, 为解决互联网安全隐患提供了重要保证。 首次提出了第一代互联网到第二代互联网的过渡技术方案, 为两代互联网的顺利过渡提供了保障。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IPV6路由器的大规模使用, 将是我国在以后互联网的建设中彻底摆脱对国外设备的依赖。 而国外的这个上一代互联网的试验网呢, 目前来讲比较多的还停留在学术性试验方面, 我们在这个网上采用这些新的技术, 上真实IP地址,上IPV4或IPV6这个网络, 以及在基于我们这个理解上一代网的间障的这个网络的架构, 在这些方面都是在国外现有试验网上所没有的, 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处于领先的位置。 IPV6的全称是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目前的第一代互联网使用的IPV4是32位编码, 核心技术属于美国,分配给我国的IP地址不到5000万, 根本不能满足我国用户的需要。 而我国下一代互联网采用的IPV6是128位编码, 它的资源是可无限扩充的, 可以满足各项工作的需要。 目前国际互联网组织已经决定, 以此为基础成立两个专门工作组, 制定相应的国际标准。 从制造翱翔万米高空的支线客机, 到与38万公里外的月球亲密接触, 中国的航空航天人正在把蓝天上的中国梦放飞得更高更远。 他叫唐军, 是我国第一架自主研发的涡扇支线客机ARJ-21机翼 及前机舱部件的项目负责人, 从事飞机制造20多年, 最得意的就是眼前这个13米长的飞机翅膀。 正是因为生产不出这样的翅膀, 长期以来只能眼看着国外大公司造出一架架 翱翔万米高空的大型客运飞机, 中国人却只能在几千米的高度上开着自己的小型客机。 为实现这一梦想, 从高校科研所到飞机设计研究院, 国内航空领域十几家机构组成联合公关小组, 两年多时间在经历了大大小小三千多次试验后, ARJ飞机攻克了最大的技术难题, 因为它赢得了41架的用户订单。 我们中国的航空工业已经把一只脚迈进了世界的民技市场里面了。 他叫叶培健, 和唐骏一样, 他的梦想也在蓝天, 不过却是在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 试验结束, 叶培健院士松了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和同事们多年的愿望, 让嫦娥一号造访月球的步伐,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而在两年前, 当国家启动嫦娥工程这一中国人从未涉足的项目时, 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就这样一个飞行器, 不能说是从一张白纸开始, 也基本上是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 然而叶培健知道, 航天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实力, 在世界各主要航天大国 已经先与中国迈向深层空间的情况下, 中国绝不能落后。 就这样, 叶培健带着平均年龄只有30多岁的团队, 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公关。 从嫦娥的奔越路线, 到嫦娥在绕越飞行中遇到的环境控制, 姿态控制等一系列难题, 短短几年, 他们为嫦娥奔越 之前多人多天航天飞行, 西一带多用途, 歼机机骁龙零四架, 和新型高级教练机猎鹰首飞成功, 实现百万千瓦级核电站自主设计, 传播工业, 跻身世界三强。 在未来大型科技的世界舞台上, 我们自己的大型科技也能够有一席之地。 我希望在我们的努力底下, 能够在明年获取嫦娥奥的发射成功, 再通过十几年, 几十年的努力, 使中国的航天走向世界的前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9月22号至23号, 到江西九江等地进行考察调研, 他强调, 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优势和作用, 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广泛凝聚力量, 积极建言宪策, 为促进中部崛起,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做出新贡献。 遭近江西星火有机归厂, 卡伯特蓝星化工江西有限公司, 和江西共青压压集团有限公司, 贾庆林自细项企业负责人, 询问有关生产研发情况。 他指出, 推进中部崛起, 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必须切实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认真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要大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 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 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要把节约能源资源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攻方向, 逐步形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直是贾庆林十分关注的问题, 22号下午他专程来到德安县岳山龙生态文明自然村, 看望生活在这里的30多户村民。 贾庆林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十分重视农业、农村、农民工作, 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 出台了一系列织农、绘农的政策措施。 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农业真正得到发展, 农村面貌真正发生改变。 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在村民蒋盛国家, 贾庆林与村民们一起拉家长, 关切地询问农村生产发展、 新型合作医疗、基础教育等方面的情况。 他指出, 要加快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逐步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状况, 努力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相丰文明、村荣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贾庆林指出, 各级政协组织和统战部门, 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履行职能发挥作用。 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优势, 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 团结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调言期间,贾庆林出席了23号上午举行的 2006干台经贸合作研讨会开幕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 今天出席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开幕式并致辞。 他强调,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 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 把握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律,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社会保障长效机制, 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黄菊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 特别是近十年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机制初步形成, 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管理服务体系逐步健全。 黄菊提出,加快社会保障事业发展, 一要进行出发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坚持城乡统筹,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符合农村经济和社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 抓紧研究解决农民工的工商、医疗、养老保险问题, 以及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二要建立社会保障的长效机制, 既要确保档期支付解决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特殊问题, 又要下大力气研究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若干重大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要发挥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实施再分配, 使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 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 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全国政协副主席阿布莱提·阿布都热西提 也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词, 首届联会的主题是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 两年前,国内压缩机巨头广州冷机 落户海尔开发区工业园, 看重的就是这里的产业环境。 主要是看好了青岛当地良好的投资环境, 和像哈尔这样的大企业, 以及哈尔核心的这样一个产业集情。 广州冷机的到来吸引了一批压缩机零配件制造企业加盟, 零配件企业又引了70多家原材料加工厂。 如今,这个由海尔、海鲜、奥格玛等当地名牌企业催生的家电产业集群, 反过来又使他们受益。 一台压缩机的运费就有六块钱, 所以我们算了一笔账, 像广州冷机在青岛建这样一个工厂, 光运费一年就能接成1200万。 依托港口优势,青岛还引进了总投资125亿元的 我国第一个1000万吨的炼油项目, 带动形成了港口石化两大产业集群, 沿着大项目产业链、产业群、产业基地的路径, 青岛市高起点规划, 大力度扶持,推进产业集群化。 因为这些大项目它的带动性, 产业链长, 能够带动一批项目为它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 青岛牢牢把住城市功能定位, 遵照循环经济规律, 利弊投资冲动和重复建设, 产业集群化和产业链的极具优势开始突行。 今年上半年,青岛的家电、电子、石化、 汽车、造船、港口六大产业集群, 创造的经济总量突破千亿元, 占到青岛工业的四成多。 从大力组织人员外出务工, 到吸引他们回乡创业, 河南省故市县多挫并举, 找到了发展现役经济新的支撑点。 近日,在外务工16年的郑全新, 把辛苦打拼建计的四条制衣生产线搬回了家乡, 让他高兴的是, 原计划要半年才能建成的制衣厂, 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不到四个月就投产了。 而有着八年大工经历的一强回乡建协厂时, 县里的工业园区把厂房以半价租给了他。 每一年可以节约生产成本的话, 差不多将近20万块钱。 故市县是河南第一人口大县, 有50万外出劳务大军, 年劳务收入近40亿元。 为此县里实施了吸引务工人员回乡创业的回归工程, 为他们开辟绿色通道, 建设统一规划的工业园区, 在全线范围内具以减免收费和补贴。 出使他们能够挥得来, 留得住, 发生得好。 去年以来, 故市县有500多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建设百万元以上的企业441家, 投资额超过20亿元, 吸纳就业人员10多万。 历史五年的东北三省社保试点取得显著成效, 累计已落实个人账户资金260多亿元, 确保职工的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徐知秀是辽宁府顺矿业集团的退休工人, 以前他所在的单位和东北三省的许多企业一样, 养老金实行差额脚步, 一部分支付给退休工人的养老金由企业承担。 由于企业没钱, 养老金经常出现拖欠。 而现在, 养老金已由企业发放改为社保部门, 通过银行直接发放, 资金也充足了, 保证了退休人员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 养老金一稳定, 国家这个钱给我了, 我不花在这上纯着你, 现在就非常有点。 那么试点以后呢, 我们通过各方面来筹策资金, 比如说通过扩面, 加大资金的筹策, 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来筹策资金。 试点省份特别注意鼓励青年职工多缴费多得养老金, 进一步扩大了养老金的筹集面。 目前国家已正式决定将东北社保试点的经验, 在今年扩大到天津、湖北、湖南、新疆等八个省区市。 从教十八年, 他把教学当作一门艺术, 不断追求卓越, 培养了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 今天的劳动者之歌为您介绍,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亚玲。 正在上课的这位老师就是何亚玲, 现年43岁的他已经获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 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全国模范教师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何亚玲1988年开始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 在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研究型学习能力, 他引入科研案例法的教学形式和内容, 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及学术动态融入课程中, 通过精选出的案例分析提高了学生的兴趣, 使学生学会如何利用基本知识解决本专业的实际问题。 所以他这样我认为是教学和科研双赢, 以科研出教学和教学通过同学的接受, 也进入了期盼科研的思维。 从教18年来,何亚玲每年的教学工作量都是正常工作量的两倍多。 工程热力学这门课他讲了20多遍, 但每次讲课前他都结合自己的科研体会, 重新编写教案。 努力地去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能力, 使得他们走出学校有比较大的潜力, 能够在自己的工作中胜任这个工作, 为国家的这种科技发展能够做出贡献。 这是一名大学教师应该做到的。 今天大型展览尊与会议永放光辉最后一天的展览, 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观众。 我们这个歌应该献给我们老区的人民, 献给我们过去的革命先烈。 尊与会议永放光辉开展两星级级来, 观众累计突破十万人次。 一场张照片,一件件文物, 都诉说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这是当年红军战士留给当地老百姓赵金河的买猪钱和收据。 展览显示, 红军长征实在贵州的活动时间最长, 活动范围最广, 先后有一万多贵州儿女参加了红军。 正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踊跃的支持与参与, 才有了长征的胜利。 其册留言本上留下了上万名观众, 铭记长征精神的感言和心声。 由国家安监总局国资委联合召开的 中央企业应急管理和预案编制工作现场会, 今天在南京召开。 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各类企业要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提高预案的科学性、操作性和协调性, 不断加强专坚结合的应急队伍建设, 增强企业对突发事件的现场处置能力, 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 全面落实应急管理责任制。 例证到2007年底形成覆盖全面的企业应急预案体系, 健全的企业应急保障体系, 建立上下贯通, 部门联动,地企衔接,协调有力的企业应急管理机制。 这里是山东区府孔子六一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奖项, 孔子教育奖的颁奖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印度拉贾斯坦帮扫盲和继续教育办公室, 蒙洛哥教育部因为在扫盲和儿童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 从58个候选组织和个人中胜出。 孔子教育奖2005年10月, 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批准设立, 今后每年评选一次, 愿意奖励全世界范围内, 在全民教育领域, 特别是农村教育和妇女儿童教育方面, 做出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 非政府组织和杰出个人。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打破以往内部发票的惯例, 把十台精品剧目推向市场, 为民族艺术打造品牌培育市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记者在北京民族文化工大剧院门前发现, 前两届会演门前成群的等票观众不见了, 演出公司提前做市场推广, 遍布京城的售票网和遍及的网上购票开通, 相对低廉的票价, 使大批民族文艺爱好者得以进入剧场。 本届会演公开授靠的十台节目一共演出了二十场, 半个月时间里共有三万人次四掏腰包观看演出。 尽管推向市场的节目只占了本届会演节目的三分之一, 但是演出公司等商业机构的参与, 为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迈向产业化创造了条件。 目前已经有演出公司在策划将决定的参与。